日元大幅贬值带动了亚洲货币走贬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今天收盘贬了1.22角 以30.028元做收贬破了30元大关 创下一个月来的新低价位 日本央行打算购买3000亿日元 期限超过10年的日本活债 引发日元今天早上对美元贬破102日元 主要贸易对手韩元对美元也贬破了1110价位 日元贬值带动亚币进贬 新台币早盘就跳空贬值将近一角 中央银行选在尾盘作价 一次拉下新台币对美元汇率1.5角 使得新台币汇率由升值3分 翻为贬值1.22角 以30.028元收盘 未来新台币汇率将跟随日元与韩元波动 不排除近日内测试30.5元 未来新台币创voy